Hi 大家好,又是我 Mighty Josh 那麼這一節我們要講的話題就是在理髮袋裡面的簡單拍攝 是那麼簡單嗎? 1 接下來要分享的影片其實是來自越南的吉家Salon的 因為他們的影片最近在網路上在trending著 到底它跟其他的影片有什麼不一樣呢? 為什麼他們會那麼受歡迎呢? 我們來看看 我會把音樂拿走了因為版權的問題 其實有音樂是比較不一樣的 這樣子擦拭很有滿足感 我看下去 其實你看的話這些都是我們平常在Salon做的作品 不可以講是簡單的,每個人有不一樣的技巧 不過他們就是拍practical的動作 就是主要的step 其實你講簡單其實也不是很簡單的 這種拍攝其實也是要 技巧,對 對的角度 顧客擺的post也是很重要 of course背景也是很重要 如果有美的背景當然是最好 不過有美的背景就要配合燈光 其實看下去好像很簡單 其實這需要技巧 不過也不是很複雜的 可以學習的 我看到我們本地的作品開始慢慢來得好 所以大家互相鼓勵 跟影響 慢慢大家就會做到很好 好吧 我們就這樣咧 開下去 沒有錯 一般你看的頭髮都有飄的 如果你是那些 我不要飄可以做到嗎 咦? 就是這樣子的飄 哈哈哈 其實蠻satisfied的 這樣你看下去 因為這樣子殘了 可以看到 那個過程 對 他們check頭髮的 步驟 然後拍攝的效果 一看就知道 這個頭髮肯定不是這樣子的 應該會弄慫啦 對 哈哈哈 這個步驟是 每個髮型師很期待在背後 finishing的時候做的 沒錯 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 拍攝方法來的 對 這個就比較有一點風險 不過為了要流浪 有時候他們會用特別的方法 當然他們並不是這樣子 就完成你的頭髮的 後面呢他們會弄成 對 就是這樣子 但是為了要有流浪 他們會用比較另類的方法 來完成 這個Slow Motion Shot 也是很重要的 不過我都要看一下 你客人的圈子是怎樣 有些顧客不喜歡拍的 不過大部分的顧客 都喜歡拍的 哈哈哈 是不是會有滿足感呢 你看那個線分得齊清楚 先查下去 然後弄整齊 其實很簡單的 就是 頭髮是很簡單 拍攝也是要功夫 OK 如果配合好的話 你看 效果其實是不錯的 這個也是其中一個 蠻多人拍的 不過我發覺到 很多Slow Motion 沒有拍背信的位置 大多數是拍前面的 其實背信裝顏色的時候拍也是很美的 不過背信那邊需要燈光咯 哈哈 當然 有美的Motor 就要拍前面 現在我們有的問題就是疫情 所以 不是每個人可以拿走口罩拍 不過如果有安全的SOP應該沒有問題 看到背景的燈光嗎 哈哈 其實前面也是有一個的 不然的話 看不到那個顏色 就要有一個小型的 那邊有一個小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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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小型的 過程沒有像簡單 他們只是拍到比較簡單 他的Concept就是呢 盡量拍咯,越簡單越好咯 就是好看的 然後後面技術的問題,他們就後面處理了 哎呀,這樣子看已經有滿足感了 是不是?哈哈哈哈 哎呀,太美了 其實我都有注意到我們本地的髮型師開始慢慢有拍很美的作品 不過很多髮型師都會有很大的東西 就是,就矛盾就是 如果我沒有這麼美的客人,我點弄也很美 如果我不是每個顧客這樣美的嘛 是不是? 不是每個顧客需要拍臉的嗎? 哈哈哈哈 不是講 他不美,不要拍 就有些顧客不是這樣舒服的,你就拍頭髮咯 其實除了美不美,有些顧客是不舒服面對鏡頭的 那麼如果他不舒服的話,就拍頭髮咯 那麼如果他舒服的話,當然是拍一些臉啊,側臉啊 如果他再舒服一點的話,就拍一些post咯 如果他再舒服一點的話,就除了拍post之外 就在outdoor拍多幾個full bodypost咯 如果他再舒服一點的話,就叫他自己selfie一下咯 因為selfie有時候有不一樣的效果 就看那個人的拍攝程度去到哪裡 這還蠻每個人在養的 所以我們也是要尊重客人的嘛 哈哈哈哈 你給錢摩托牌就不一樣咯 不過如果是顧客的話呢,當然是要口同一下咯 因為有些顧客是不喜歡拍的,不過大致上都ok的 要不然我們常拍都幾一兩月,每個人都想看到自己美的嘛 只是挑戰是在時間方面,對 不是顧客罷了,你也是 因為每個拍攝也是吃你很多時間的 如果你的applement拍到滿的話,又要拍到美 你當然是有一班人要去幫手拍的 哈哈哈哈 所以每個stuff要訓練會拍的 唉唷,但我不是拍影片的喔 我不是很會拍影片的喔 是不是我不是這樣子的style 影響咯,拍照也是可以的嘛 拍照其實也是一個skill咯 有些instagram他只是拍照 都有很多很美的作品 都有很多流浪的,所以 拍照也是要creative啦,你也有一個系列是屬於你自己的咯 當然我比較少做這樣子的東西 因為每個人有不一樣的風格 你要找你的風格出來咯 我也看過有些朋友的作品 他整個作品是很美的 整個collection都是同一個concept的 所以你要想一個是你自己的咯 甚至有些stuff已經準備外套給顧客套上去的 因為有些顧客覺得 哎呀,我從cadual去做頭髮就隨便穿喔 如果突然間要拍的話 他很介意的嘛 所以有些stuff可以準備一些outfit的顧客穿的 如果我化妝的話更簡單 我用apps咯 因為有些妝是化不了的 就算要化到很高難度的 因為用apps我可以把臉子弄得尖尖的嘛 給個高高的嘛 這些標準不知道是誰想的 就是因為這些的幫助呢 所以那個before跟after的效果會特別的遠的 如果跟中國的風格的話呢 他們會把before弄得更醜 所以那個效果會更遠 所以有時他整個出來的時候 你都不認得 這個人是誰呢? 是不是剛才那個人呢? 其實你慢慢拍一下 慢慢拍照 你慢慢找到自己的風格 會一來一簡單 一來一快的 因為你已經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想怎樣做 所以最重要要嘗試 開始的時候不一定要很完美 沒有人開始的時候是完美的 對不對? 然後不要介意那些不重要的東西 最重要的東西就是你的作品 然後人家看下去的感覺 其他東西是不重要的 比如說那些細節 因為有些人看太多details 然後到最後我一個作品都沒有 哈哈哈哈 不認得不行啊? 以前是可以的 不過今天就一定要拍多笑 因為你不存在在網絡呢 你是不存在的 嘩!聽起來真的很可怕 除非你已經有一群影片 所以你不需要煩的 那就可以了 好了!我說太多了 我們在下個影片見 拜拜!